一年到頭開銷不斷 常常前進到手裡 轉眼又要花出去 想要追求好的生活品質 每年來個兩三次的 全家出國旅遊 退休這兩個字 好像已經成為 遙不可及的夢想 退休金規劃 其實第一你一定要提早 任何時間都不嫌晚 在規劃退休金這件事情上面 不要去期待說 其他的一些人會幫助你 因為退休金自己的退休自己賺 你要達到準備兩千萬三千萬 其實我覺得先不要用這些數字嚇自己 第一個就是你就去做 你就要去找一個CP值高的一個地方 因為很多人現在的 因為他每一天都很忙碌 他沒有時間到銀行 可能他就錯失了很多的投資 累積他的退休金的一個機會 往到銀行 他提供給你的就是 很簡單就可以開完戶 不用到銀行去 而你可以得到完整的投資資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在你的人生的純退休金的第一步 你必須找網道銀行 其實工作家庭兩頭燒真的蠻忙的 沒有太多時間去研究投資理財 以前常聽朋友說名牌 或者是禮專推薦下單 但這種短進短退的方法 很容易賠了很多手續費 我們現在其實市場上很流行的 就是配息基金 因為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很多人他已經接近 平臨退休的階段 藉由這些配息資金 他就可以去支援 所需要的這樣的一個資金的來源 那這是配息金為什麼這麼流行的一個原因 軍公教族選 他其實現在目前民營改革嘛 所以說他對他來講就是說 分錢的地方 至少要給你高一點的利息吧 你要投資 你要拿到一個所需位比較低的地方嘛 你在投資的標的 可能是一些市場上面覺得說 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個 我們會精選出來的一個投資標的 每一個環節 其實都牽涉到你的退休 你這些軍公教你的退休之後 你在年金改革之下 你要拿到什麼樣的 對你最有利的 補足你資訊的那一塊 就是從存款 投資 借款的這樣的一個需求的時候 你都可以拿到比較優惠的價格 之前也觀望了一段時間 也是想要說要不要做那個基金的投資理財 不過呢 因為透過銀行理專 去買基金的話 其實也會有一些經理人的費用 還有手續費之類的感覺 也會被剝很多紙皮 當然也會有很多網路上信心的平台 是可以買 但是跟銀行的機制比較起來的話 那當然是銀行它有24小時的客服 會比較讓人覺得比較專業 而且政府對於銀行的監管 也比較嚴格一點 對於長期投資人來講呢 也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想要提早退休並非難事 難的是該如何選擇滿滿牛肉 CP值最高的銀行來當作你的理財方式 網道銀行現在推出的基金產品 除了可以用自助的價格 來享有銀行的優惠活動之外 現在更推出了免申購手續費的優惠活動 一機在手就可以解決你的所有理財大小事 也是不錯的選擇 中時電子報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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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報綜合